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肯德基 肯德基又出新汉堡了 这次是王一博代言的智智嫩牛堡 我已经买过来了 加上他之前也出了个牛肉汉堡 今天咱们就按照肯德基 给大家看一下 他这个汉堡里面是两块牛排 中间芝士 然后酸黄瓜 上面还有个番茄 咱们把它切开来看一下 有 哎 好的 切面都不是很好看啊 这个颜值确实不行 来 试一下 嗯 它里面酸滑光特别的酸 然后酱料特别多 西红是有点甜甜的 这个牛肉在这个面包里面 也不是很能吃出来 其实就跟一般的芝士汉堡差不多 我们再来试一下 另一个芝芝嫩牛堡 从外表上看真的看不出来 怎么感觉这个就番茄味比那个浓一点 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辣 不怎么的感觉出来啊 感觉这次有点普通啊 不过话说回来 肯德基哪支酥的西饼不普通啊 我们来试一下它的经典中的经典 超级无敌安格斯牛肉堡 又有肉又有蔬菜 还有培根呢 这个看起来就好看多了兄弟们 多了一点菜 肉也厚很多 感觉这个饱的肉味比那个足一点 嗯 因为它的肉饼更大 里面加的佐料更多好像咸一点 所以更能体验它的味道 其它的酱味菜味其实差不多 两个汉堡一对比明显的啊 安格斯比那个好吃多了 也难怪啊 它出了个新汉堡才卖十几块钱 可它想也不好意思卖太高吧 其实平时我也不怎么吃汉堡了 还是更喜欢吃原味剂啊 15条啊 哇 加上一袋番茄炸 一块鸡肉怎么够啊 再来一个经典三角 没吃够兄弟们 今天还是买少了 咱们再下去买一点 再来吃 好吧 稍等一下 买什么汉堡 真不如多买几只鸡 吃着实在啊 大鸡腿 刚烤出来的兄弟们 让我足足等了十几分钟 夫人态度不错 还送了我一小杯可乐啊 好吃到低油水 想不想来一口 它的皮还是脆的 我觉得肯头鸡也就炸鸡腿 炸鸡是稍微好吃一点 嗯 大狗吃到肉的感觉才是真的 最后再来一个 旋指原味已经瘦瘦尾了 真的 最难事的鸡胸都挺好吃的 ok了兄弟们吃完了啊 总结一下 今天还是吃的很爽的 要是把前面几个汉堡 换成鸡就更爽了 果然肯头鸡啊 还是那几个鸡好吃 当然了如果你喜欢吃汉堡 那那当我没说 好了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小伙伴说喜欢了 帮我给我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